所以以台灣的經濟實力 未來我們要往這個方向前進 我們不是守在 只守在台灣這塊土地 現在最近有人重提胡茂 那個年代也已經過去了 你們贊不贊成 中國他們可以來這邊開美容店 現在就是要昂首擴胸 走向世界迎向未來 但我這個計劃 讓台灣成為經濟的日不落國 一天24小時 不管什麼地方 都可以照到 太陽都可以照到 來自台灣的企業 台灣為基地 像我們今天的努力一樣 方向正確 大家團結合作 在過去的基礎跟成就上面 我們一定可以成功的 國區會余政宗主委 葉澤山副市長 郭國文 林俊憲 還有陳明文委員 市議會 林治長副議長 還有陳碧玉 周家衛 另外還有 黃趙輝 另外 余祝親 余議員 另外還有李偉智 這些都要叫做 在做國務理長 另外還有中央下來的經濟部 次長 經濟部次長 鄭文森 鄭次長 另外 吳署長 另外 廠商民意會 各位廠商 另外還有 第一期的 人科管理局的 代局長 陳俊偉 局長 還有蘇正剛 局長 在場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每次回來台南都很輕鬆 今天也不例外 我內心非常非常高興 特別是代表蔡英文總統 回來台南 參加我們 新式科學園區第三期 動土以及祈福的儀式 所以呢 我還是要先講一下公式 就是要先祝福 我們今天的動土順利 後續的興建 能夠平安順利 能夠平安順利 那整個園區的運作 圓滿成功 每一家廠商都生意興隆 這樣好不好 好 那另外 我也很高興 噴到老朋友 因為每次回來 在台北其實都 有時候會想念台南 會想念老朋友 像我看到 看到戴籤 以前第一期是 甘蔗園 就像前面這樣 碧綠藍旅 從陳唐山縣長 然後代簽代局長 這個都是 對台南這個科學園區 貢獻非常大 我們給他一個熱愛掌聲 另外我當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跟我合作最密切的 戰友的陳俊瑋陳局長 我跟大家報告 我跟他一起解決什麼問題 水的問題 還有瓦斯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水 台積電5奈米要下來 給台南市開一個條件 就是說南科的水的庫大 要25萬公噸 它才要下來 那當時是 20公噸的庫大這樣而已 那我跟台積電講說 我們現在一天 才用到13萬噸而已 還有7萬噸 絕對夠你用 他說不行 他不想要用現有的 他希望 我能夠解決另外在5萬噸到20萬噸 我跟陳局長那時候就最糟糕了 我找自來水公司 再找榮田水利會 那時候楊明峰理事長 也很大力幫忙 然後水利署 重新訂定公司 水要夠 價錢還不能高 所以這樣客戶的一大堆問題之後 才有辦法贏得台積電 所以虎耐民到我們蘭柯來 可是張宗柏欣是 董事長在決定 山耐民的時候 到底要去哪裡 是台南呢 還是高雄呢 還是去美國 當時高雄市積極爭取 那台南市已經沒有土地了 科學園區已經沒有土地了 那我那時候的想法 就是說在高雄 其實跟台南市民要去上班 其實差不多啦 而且我們園區是沒有土地啊 所以我們講到台積電 給我們 給行政院一個答覆 他說 如果不是台南市新式科學園區的話 他可能會去美國 不會優先在其他的城市 哇那時候我們就很傷腦 覺得沒有土地那怎麼辦 那時候這個無心修嘛 無心修做的嘛 把這個智洪池給屯 吞起來啦 土地拿給 台積電來蓋 山耐民 然後呢 我們再跟台塘租地 這個曾文生的這個公司 再去挖智洪池 那他真的是 為了要歡迎台積電的五耐民跟山耐民 台南市政府真的花了很多功夫 那現在想起來一切都值得 一切都值得 除了我說我們帶來這個繁榮發展的機會以外 增加就業機會 張公帽董事長也曾經跟我講 他說 台積電公司每聘請一個人 外面的協力廠商要聘八個人 所以呢 台積電到哪裡都可以帶來 充分的就業機會 稅收啦 經濟發展那更不用講 我舉一個稅收的歷史給大家聽 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 因為這事情我以前也從來沒講 我們那時候 申收這個 這個 地價稅 地價稅那時候我們一年可以增加16億 你知道台積電一家公司繳多少錢嗎 4億 你看看齁 就是一家公司 就負擔那麼大 但是台積電從來沒有第二句話 他們認為國家或是地方政府 只要依法他們都配合 所以我要讓大家知道 地價稅 課增到的不是一般的民眾 自有住宅 或者是說已經有相當時間的那個房子 不是啦 基本上 是像這樣的公司 所以台積電對台南的這個貢獻 可見一般 我剛剛也有跟吳振中主委講 我說現在台積電用的那個再生水 也是我在市長的時候規劃的 永康嘛 跟安平 再生水場 那其實郭國偉雖然剛剛講話 他其實還沒有講完整 為什麼呢 其實三期是我在台南市長的時候就規劃 當時的都發局局長吳馨就規劃 吳馨就絕對沒想到 是他在市長任內把它完成 所以我告訴你 然後才會跟你說 你要提南哥三期當你的立委的競選政見 其實是 道理是在這裡 好那現在就是說 那這一個南哥三期到底有什麼樣的意義存在 第一個我認為 就是說我們西式科學園區的發展 沒有停頓 繼續往前走 你看看嗎 我們大概第一期第二期大概是一千公頃 建築率是百分之九十九 這等於就是百分之百來的 我們的產值是一兆四千億每年 但是沒有土地就沒有辦法 所以現在這個八十五公頃的南哥三期 等於是讓我們西式科學園區的產業 可以持續往前發展 那意義是這裡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西式科學園區 裡面有這個棒導體產業 還有其他的科技產業 所以現在的台南 不是屬於台南的 過去我們一虎二陸三弄甲 台南是台灣的台南 現在是世界的台南 世界性耶 剛剛岳澤山岳副市長有提到 所以現在台南的地位是這樣 所以剛剛大家聽到蘇貞光局長的報告 南科三期裡面有什麼產業 半導體產業 吳正宗吳主委講什麼 就是上中下游 從IC設計20%到40% 然後製造 邏輯製造 然後再來就是封裝測試 這渴望 台灣渴望 這上中下游的半導體產業 每一個部分 都占國際非常重要的地位 這個會讓 台南在世界的重要性 因為南科三期 而屹立不搖 不會讓人家爭爭過去 第三個重大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說 很多人擔心說 而且外國的媒體也不斷在行問 他說哇 那台積電到日本 台積電到美國 台積電到歐洲 那對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會不會有影響 看南科三期就知道 這話怎麼講 因為 半導體產業 大家知道 半導體產業 它不是一家公司 它要有上中下游 要上中下游 這個邱董事長也在這裡 邱董事長 我們有白衣一塊土地 我們白衣一塊土地 我們也有很多人 市政府 對啊 這上中下游 不是說你一家台積電去就有辦法 是上中下游串連起來一個生態系 其實是這樣 半導體產業 其實就是半導體生態系 第二個你看看 外國經營不容易 生態系的建議不容易 另外就是說 外國的工作文化跟很不一樣 你看台南市地震的時候 台積電的員工 半導體員工 全部都往公司集中 為什麼怕有什麼問題 趕快搶救 你知道外國會有這種情況嗎 員工對公司的責任感有這麼重嗎 我看很難 我不敢說沒有 但是 各國的工作文化不一樣 更何況 外國在蓋 我們也在蓋 給蘇正剛局長一個熱烈的掌聲 為什麼呢 他現在手上負責四個科學園區在興建 謝謝 謝謝 真的 我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吳正中 吳主委跟我說了 他說 蘇正剛是 沒辦法再加薪 怎麼不應該這樣要加薪 他叫我在上面 台上公開表揚他一下 所以 隔壁也這樣也好 沒加薪 自己表揚一下 這樣也好 你想想看 我們南科三期 然後 往北的這個嘉義科學園區 往南的陸主 然後在屏東 四個科學園區在興建 我們沒有停頓 另外 新竹的科學園區寶山的部分 兩奈米也要過去 我們不斷在興建 我們沒有停頓 而且我們已經有很完整的生態系 剛剛吳正宗 吳主委有跟大家報告 我也重新跟大家說明 我們現在是 不是只有在邏輯製造這部分而已 我們還要在IC設計這部分還要再加強 產業令還要更那個 所以這個就是我跟大家報告 所以這個 其實南科三期 雖然只有85公頃 其實它背後有這三大重大的意義 就是我們希望大家來支持 那另外我也很高興 坦白講 就是說 這個 台南市的市政的推動 或是中央的政策的推動 有辦法這麼順利 所以其實今天在場都是台南人 今天在場都是台南人 今天在場都是台南人 沒有跟台南相關 吳正宗、吳主委也是台南人 其實 曾文生是 曾文水庫生的小孩 曾文生 所以真的就是 台南人 大家團結合作 比較好做 比較好做 但是我看到 我們 這個地方的發展 公司蓋起來 人員進駐起來 生活設施給它改變 地方進步了 繁榮了 這個也不是靠我們剛剛講的 國安會 經濟部 零建署 啪啦啪啦的 不是 我們要非常感謝 立法院各位委員 除了郭國瑜以外 民俊憲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民俊 還有陳天輝 非常謝謝 那當然地方的議員很重要 區長還有這個里長 這個都很重要 我也利用這個機會 跟民資產鋪一場 跟各位議員 里長 表示內心的感謝 因為由你們幫忙 反應意見 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才有幫忙一步一步來 那最後呢 我想要跟大家強調一個概念 台灣 我們要往經濟上的日不落果前進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就是地主台灣 讓企業地主台灣 所以我們持續不斷的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 水、電、土地、人力、人才 不斷的在調整 雖然還有一些地方持續要加強 但是就是我們不斷的在檢討改進 所以你看嘛 台商回台 投資金額大概兩兆元有了 但是呢 我們還是有辦法定位的過去 這個就是不斷的檢討改進 我們要持續的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 讓台灣的企業能夠立足台灣 另外呢 要佈局全球 要這個雄心大志 佈局全球 我們剛剛講台積電 到日本、韓國、歐洲 你說台塑 很多 台灣很多公司都到外國去 那台灣政府呢 也跟最近 大概幾個月前 也跟越南 跟菲律賓 跟印度 簽投資保障協定 就是方便我們企業去投資的時候 能夠更加順利 另外最後一個就是 產品 要行銷全世界 所以呢我們現在正跟美國 在洽簽 台美二十一世紀 貿易協議 第一階段已經簽了嘛 現在正在進行第二階段 渴望 未來可以簽上 跟美國簽上 雙邊貿易協定 那這樣的話 可以解決關稅的問題 那我們 就有辦法行銷全世界 那行政院呢 這去年也提出申請 加入CPTPP 加入區域經濟 也是要解決關稅的問題 所以 以台灣的 經濟實力啊 未來我們要往這個方向前進 我們不是守在 只守在台灣這塊土地 不是的啦 那個年代已經過去了 我們已經走過那個年代 那也不是鎖進中國 現在最近有人重提胡茂 那個年代也已經過去了 大家想想看 或者是現在有立委議員 里長在這邊 你們贊不贊成 中國 他們可以來這邊開美容店 當面不行啊 他跟我們拚價錢 美容店我就要開了 你看有反應他在這裡 把我們開的麵店就好 賣麵 牛肉麵就好 那個影響很大 那個不是現在要走的路 現在就是要昂首擴兇 走向世界影響未來 但還有這個欺騙啊 讓台灣成為經濟的日不落國 一天24小時 不管什麼地方 都可以照到 太陽都可以照到 來自台灣的企業 我們要這樣的雄心壯志 所以這個就是要以台灣為基地 台灣為基地 像我們今天的努力一樣 我們台灣為基地 所以大家對台灣的未來的發展 大家要有信心 方向正確 大家團結合作 在過去的基礎跟成就上面 我們一定可以成功的 不必擔心 也不必走回頭路 我想這個是非常清楚的 不好意思 我講花了比較多一點時間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請大家用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賴清德副總統